文过则喜 华罗庚是中国著名的数学家 他谦虚好学文过则喜的美德广为流传 1936年,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时 为了能学习更广泛的科学知识 他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 他一边当旁听生 一边大量地阅读学习其他科学知识 短短的两年里 他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论文 并提出了画室定理 还彻底解决了 19世纪欧洲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一个大难题 并因此轰动了剑桥 被誉为剑桥的光荣 华罗庚成功了 但他始终谦虚好学 永不满足 有一次,青年数学家陈锦润 在精心研读画罗庚的一本著名数学著作时 忽然发现了一个难以觉察的错误 究竟是画罗庚的笔物 还是自己的知识浅薄 陈锦润彻夜不眠 反复验算 终于确信自己的见解是对的 于是他提笔写了一篇论文 并附上一封信 谦虚地对画罗庚说 明星落下的微尘 我愿帮你抹去 画罗庚接到陈锦润的论文和来戏 一口气就读完了 不禁拍案教学 因为他的这本著作问世以来 不知经过了多少世界著名数学家的眼睛 除听到一连串的赞美之词外 几乎没有听到一言半句的批评 可如今 自己的国家 有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学者 勇敢地向自己提出批评 并论述了自己的见解 这是多好的事啊 科学来不得半点骄傲 科学更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 于是 画罗庚立即写信 约见陈锦润 很快他们就成了 数学王国里的一对好朋友